说到中国人最理解的国度 印度一定算一个 的确中国人是很喜好印度这个国度的 因为印度十分有心思 是不是真的那么脏呢 如许的情况该怎样去预居呢 另一方面是受印度影系的陶冶 以为印度是一个有着传统文明的国度 终究印度拍的好多影系 的确十分有教会意义 绝不客气的说 中国影系另有好多年的路途要走 中国人常去印度旅游 那么印度人就不会来中国玩耍吗 固然不是的 印度和中国同属在亚洲上 印度但是什么都想跟中国争一争 这一点跟韩国很相似 只是印度显得愈加公平面子一点 至少不会总说中国的节制权 源于他们国度 印度的人丁立刻都要超越中国了 也是天下上人丁最多的国度之一 但是很多人却没有投入到国度的建立当中来 由于在印度的品级制度十分的光鲜 印度有一种头脑叫做穷是一辈子的事变 这是与生俱来的 假如你生下来就很宽裕 那么你这终身都想不尽的繁华富贵 但是假如你生下来就在穷人窟里 那么你这一辈子都是过着贫苦的生存 也是由于这一点 印度的有钱人愈加的宽裕 而印度的贫民只会越来越穷 印度的富豪第一次来中国旅游就直奔了上海 由于他们总以为中国没有他们宽裕 因而他们就想来看看中国人以为最有钱的上海市 跟他们国度相比究竟怎样 结果大众猜猜这位印度富豪对上海市是怎样评价的呢 不然这让好多上海原住民都很不幸福 这位印度富豪表现 上海市是远远比不上我们国度的瘟漫 只是也快赶得上了 屋子修建的不错 马路上的车也挺多的 但是没有我们国度的奢华 由于我们那好多修建都是用金子镶嵌的 另有上海市的茅厕太不方便了 还得找特定的地方行之里 都能让人急死 要小的上海市 但是环球公认的经济最兴旺的都会值一了 而孟满的确预居着十分多的印度富豪 但是孟满的穷人窟也是天下上最多的 这里有着大大小两千多个穷人窟 这位印度富豪是那边来的勇气 说上海市快遇上他们国度的梦买了 有网友就让这位印度富豪快醒醒 大众说了